早餐會裏面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 無論是很資深的會計師、律師 或是一些初創的企業 初創的企業當然可以做很多合作的機會 另一方面對於一些資深的專業人士 我們又很願意去分享 可能一小時半小時已經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其實拿回人的意見已經很多 而且已經很有得著 因為不同人會給你意見真的不同 在不同方面你會增加了知識和認識 先介紹自己吧 Gelizabeth SIC 有幾個創新 就像單車充電一樣很創新 就是很貼題 我們是創業的 很多人想知道相關的商標 或是網上未簽平台 他們都會有 喘氣 然後呢 有些其他做餐會 可能是專門來售賣 我覺得 SIC 搞得很貼近一點 HELLO 我是Doken Sponsors的社會 我是SIC的租戶 SIC 其實經常邀請我們去一些早餐會 我也去過 特別印象 新發揮的就是上次前科 因為 現在香港也有一個e-payment的趨勢 我也想在這方面學多些 早餐期創新 每個禮拜都有一個從路炒彈 社創子早餐會 你不是就不去嘛 leri scriptures